如果有人鼓励,应该为他们讲解佛法,说明因果道理 如果他们因为惧怕鬼神,应该为他们说明生死业报 福音强求,反而应该赶快见山放生 并好好觉悟人生,反景修行才是最重要的 感谢观看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 佛说持戒经选集 大乘礼去六波罗蜜多经 祭兵国三藏,般若奉赵义,境界波罗蜜多品 赴次,离邪见者,以四种报 一者,若离邪见,修行正见,于现世中,离二之事,清净善有 文法信授,为生不善,令勇不生,以生不善,令尽除断 为生善法,修习令生,以生善法,修令增长 此证见者,一切善法之根本也 二者,能避不善行门,于大众中,名称普闻,心无疑悔 三者,于未来世,所生之处,于善之事,得善伴侣 顺于正见,归佛法僧,更无意向 于菩萨行,无退转心,除灭罪迁,增长福具 有漏无漏,生死涅槃,过患利益,能善分别 了达诸法无我,我所,无有执着,诸法信空 正见利能,就近清净 四者,所有三称圣妙功德,仍不能测 正见之力皆惜圆满,能为众生做归一处 度脱有情,除生死苦,习结安置无上大称 乃至处于法王之位 此事,当之死即名为离邪见人,四种果报 赴次,菩萨摩赫萨,非为护持十善境界功德无尽 乃至受持维系境界,情景功德亦无有尽 何以故,凡夫众生,受持境界,取向果报,一切有境 外道诸仙,所有境界,时通亦境 人间实善,舍实善时,借意随师 欲界诸天,受境界师 色界诸天,四境律中 无色界天,三摩波底 舍身失定,借意随境 二乘无学,入涅槃时,借意随境 若菩萨摩赫萨,所受境界六十五种 随一一界,就近清净,功德无尽 云和名为六十五种 为不害众生,不行偷盗 不轻他欺 不狂惑他,不两舍语 忍出恶言 不作其遇,不生贪疾 减他安乐,生欢喜心 不起称慧 恶言骂入,惜能忍受 不起邪见,尊重如来 不识外道 赴此,归信佛界 心无宜着故 归信靶界,礼遇真实故 归信僧界,何和最圣故 尊重父界,生我生故 尊重母界,养育我故 尊重和尚界,生我法生故 尊重阿舍离界,教我鬼则故 尊重大弟子界,称我法生故 异心界,轻重无差故 无破界,于众不犯故 不缺界,于轻不悔故 不惜三秤界,不求生闻果故 不惜二秤界,不求独觉果故 离二深处界,不生邪见外道家故 增长百法界,以境界力随愿生故 富贵相界,智者不闲故 端言界,其心不乱故 无悔子界,于一切处不被积科故 善护根界,情不放异故 明称界,善解诸法故 少欲界,无所需求故 端直界,众善随心故 如说修行界,不为教命故 大慈界,救度一切众生故 大悲界,拔一切众生苦故 大喜界,庆彼得乐故 大舍界,敌增爱故 知己过界,省察自心故 不见他过界,护彼义故 不失界,救贫乏故 奢侈界,舍一切善法故 忍辱界,不害众生故 精进界,勇猛不退故 禅定界,定之增长故 智慧界,文法无厌故 多文界,求法无眷故 谨善知识界,修极绝分故 离二知识界,必显恶道故 不惜身份界,刹那无常故 不惜寿命界,如舊头燃故 不追悔界,信本清静故 不虚假界,无变动故 无热恼界,内外清凉故 无人我界,行前下故 不调举界,行安静故 不缘取界,常直直故 直众生心界,善事物积故 漂浮心界,不灼乱故 急进界,离宣杂故 幼绕界,顺理行故 旧八众生界,行四舍法故 护正法界,守护法财故 圆满诸愿界,弘世清净故 如来界,随顺如相故 佛三昧界,圆满一切佛法故 此事,当知此即菩萨摩赫萨 六十五种清净界身 佛告此事,若诸菩萨 持一一界,能得如是无量功德 乃至舍所爱命 不得缺犯佛知境界 因此此界,如护眼睛 守圣此界,如护贤贫 不以五欲力辅而斩坏故 护为小界,如五逆罪 轻众等护,心若金刚 不得起于供高我慢 虽持此界,清净如是 彼于无始所造恶业 如大千界,所有为成 此持界善,彼彼恶业 如意为成 既知如是,云何持界而生我慢 复赐此事,菩萨见诸众生 悔破境界,不生轻慢 而于自身,更增持户 复作试念 我习誓愿,令诸众生 监助境界 随诸众生,难可化度 我当情家精进 以境界传,堵破戒者 出生死海,到涅槃岸 复赐此事 若诸众生,由此生者 许四种物,云何为四 一者饮食,二者衣服 三者防射,四者医药 无萨摩赫萨,于此四事 如法迎求,不以非法 不自经高,多求无厌 应当少于知足之身 譬如有人,神患疮苦 求善良衣 以药屠妇,用衣果汁 处身密室,握软夫具 但未痴疮,非爱身故 菩萨如是,以八苦生 也子思之 如是明文,我皆无份 我今自策,多诸千犯 功德法中,我无少奔 众生妄见,言我有之 菩萨以大悲心,而为医子 以境界波罗蜜多,而为伴侣 赴此此事 有是境界,非波罗蜜多 取向持界 不为最圣之所设受 但明境界,非波罗蜜多 何以故 但或三界有漏国报 受尽无故 若普为一切众生,护持境界 观第一异空 无我人相 而为友情,护持境界 是则名为境界波罗蜜多 能令众生,速得无上正等菩提 由此境界波罗蜜多 与诸有情,而为世道 赴予一切无性有情,生尽心故 能与有情,作福藏故 赴予一切有情,作无价宝珠 因若延生故 赴予一切有情,作上庙图相故 赴予一切有情,作大名文故 由此境界波罗蜜多 能与在家出家 一切有情,若老若少 平等端言故 不其我慢,增少慢 离诸过患,为宜清静 无诸不畏 能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最圣法王 云何能知界为第一 若有众生,能持境界 虽处卑贱,而非族性豪贵尊严 亦非自立,能以他人 已是境界波罗蜜多 能令一切天,龙,要差 人非人等 国王,大臣,差地利,婆罗门 长者,居士,喜劫归尽 礼拜供养,尊重赞叹 死下之人,受持佛界 尚得如是恭敬尊重 况于尊贵之人,互持境界 成就圆满境界波罗蜜多 当之互境界者 行住坐卧,及今行处 其地吉祥 一切人,天,应取其土 顶带供养 以事当之 持境界者 于诸重中而为第一 最高,最上 是则名为境界波罗蜜多 究竟圆满 大臣离去六波罗蜜多经 大萨真尼前子所说经 节路 原为天竺三藏 菩提流之意 二十,世尊告诸大众 三男子 菩萨富有十二种持戒 得大利益 菩萨因行 施波罗蜜 何等十二 一者 持戒能设一切诸善根故 菩萨因行 施波罗蜜 二者 持戒入菩萨道故 菩萨因行 施波罗蜜 三者 持戒解脱一切烦恼福故 菩萨因行 施波罗蜜 四者 持戒能过一切诸恶道故 菩萨因行 施波罗蜜 五者 持戒能拔恶道苦众生故 菩萨因行 施波罗蜜 六者 持戒身口一夜 不为诸佛如来 喝故 菩萨因行施波罗蜜 七者 持戒诸佛如来 常赞叹故 菩萨因行 施波罗蜜 八者 持戒能入诸有 不放异故 菩萨因行 施波罗蜜 九者 持戒及时众生 无不畏故 菩萨因行 施波罗蜜 十者 持戒成就 深口一夜 善故 菩萨因行 施波罗蜜 十一者 持戒能得于诸法中 随顺自在故 菩萨因行 施波罗蜜 十二者 持戒成就 第一彼岸功德 波罗蜜夜故 菩萨因行 施波罗蜜 山南子 盛名菩萨摩赫萨 十二种修行 施波罗蜜 得大利益 回向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而时 世尊 即以祭颂 赞叹 施波罗蜜 重说 祭言 欲离诸生死 安稳 到涅槃 一切如来说 持戒 罪第一 戒如清凉池 能生 诸善花 亦如猛吃火 能烧 诸二草 戒善 持心者 如鸟 悲虚空 不惧 多生死 诸去 二道中 二道大独龙 无名诸罗刹 见持境界者 恭敬舍害心 一切诸如来 安稳住涅槃 断诸二去道 皆由持戒故 事故诸佛子 欲求无上道 兼顾诸善本 持戒波罗蜜 菩萨 菩萨应思维 善助戒品中 解脱烦恼福 逼诸二去门 若欲持境界 应当如离牛 为护一毛骨 守死不惜命 如是护诸业 是名持戒人 如来常赞叹 所求皆成就 能持境界者 有如是功德 是故诸菩萨 常当持境界 身口一夜境 诸二皆不行 是能到菩提 一切直现前 持界不放异 诸善皆兼顾 法中得自在 能进诸佛界 菩萨持境界 事物愿轻 等心诸群生 见者无不心 我诸于彼处 常修不放异 事故今得离 一切诸二去 到第一彼岸 如是功德地 事故诸菩萨 常当持境界 菩萨若欲求 菩提佛功德 持界如离牛 当念不放异 如是诸菩萨 是名为智者 能速到彼岸 诸佛果福提 邪行众生者 为无界众生 何等无界 所谓具足诸恶律仪 徒儿 猎师 续养猪 羊 鸡 犬 鹅 鸭 猫 鸣 鸣 药 钓射鱼鳖 造诸罗网 火坑 毒箭 劫夺重寿 断害他命 自自作恶 如是名为邪行众生 邪命众生者 所谓出家 剔除虚法 断诸滋生 修无着行 着诸种种异象衣服 不顾境界 起种种见 行诸易行 种种方便求诸力养 非法活命 各个不能自法中注 如是名为邪命众生 大萨车尼前子 所说经 节路 佛说戒相经 送法贤义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社会国 其数己孤独猿 与大比丘重拒 而时 尊者阿难 来亦佛索 道已 投灭礼族 何掌恭敬 而白佛言 世尊 我有少疑 欲当启问 为愿世尊 为我解说 我见世间 有三种香 所谓根香 花香 紫香 此三种香 片一切处 有风而闻 无风一闻 其香云合 而时 世尊 告尊者阿难 物作誓言 为此三种之香 片一切处 有风而闻 无风一闻 此三种香 有风 无风 便一切处 而非得闻 阿难 如今欲闻 普遍香者 应当地听 为辱宣说 阿难白佛言 世尊 我今要闻 为愿宣说 报告阿难 有风无风 相片十方者 世间若有 近世男 近世女 持佛境界 行诸善法 为不杀 不道 不赢 不忘 及不饮久 是近世男 近世女 如是戒香 品闻十方 而彼十方 衔接称赞 而作誓言 于某城中 有如是近世男女 持佛境界 行诸善法 为不杀 不道 不赢 不忘 及不饮久等 据此戒法 世人或如是之乡 有风无风 遍闻十方 衔接称赞 而得爱尽 而时世尊 而说诵曰 世间所有诸花果 乃至成谈龙舍香 如是等香 非片闻 唯闻戒香 片一切 沾谈玉金 与苏和 幽波罗并 茉莉花 如是诸妙花香中 唯有戒香 而最上 所有世间成谈等 其香为少 非片闻 若人持佛 敬戒香 诸天 谱闻 皆爱敬 福是巨族亲近戒 乃至常行诸善法 世人能解世间福 所有诸魔常远离 而时尊者阿难 即彼丘众 闻佛于义 欢喜信寿 礼佛而退 佛说戒香经 佛法浩瀚无牙 读诵大圣经典 既能开发智慧 更丰富生命 欢迎十方大众 踊跃护持本节目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沪明中华印经协会 十五福子的五位三藏 从前 有个修行人 名叫五位三藏 虽然这位五位三藏 平日里饮食不敬 言行粗色 可是他心地 却十分光明与慈悲 因此 他的师父 分成自带他 一到傍晚 这天气 还真他娘的冷啊 这个五位 实在是太邋遢了 是啊 他不光邋遢 听听他说的话 粗粗 太粗粗了 你们不能只看到 他外表邋遢 言行粗粗 五位的内心 却是十分光明的 他拥有一颗 菩萨般的心肢 可怜的小东西 你怎么会掉进水坑里了呢 小东西 以后小心点 别再掉进水坑里了 小东西 他身上这是什么味道啊 真脏 虽然师父对五位三藏 很是疼爱 但他的生父习惯 实在疼 不爱干净 所以 也只好叫他 睡在门外 啊 喂 你怎么能随地吐痰呢 管你鸟事 喂 你说话 能不能别那么粗俗啊 吴威啊 你还是到门外睡吧 好的 我这就出去外面睡觉 虽然宫 爹杀佛子 你说什么 师傅 怎么回事 我刚才好像听到吴卫在外面喊什么 吴卫 刚才你是在说什么呢 我是在说爹杀佛子 三更半夜的 你在外面嚷嚷什么 是啊 你都吵得我们睡不着觉了 而且师傅也被你吵醒了 爹杀佛子 吴卫 你进来 你刚才说那句爹杀佛子是怎么回事 凡是生物皆为佛子 皆具佛性 就算是微小的虫子 也是生物 他们的一举一动也都会有苦乐的声音 我们凡夫愚昧 由于无法辨认而任意残害 殊不知他们在喊救命时 诸佛菩萨都听得很清楚 而且还很不高兴呢 嗯 你说的有道理 因此 这样杀生的果报与残害佛门龙向无异啊 我们对各种生物有聪明或愚痴的分别 但在诸佛菩萨眼中是一律平等的 对他们的慈悲心也是一样的 好像有点道理啊 可是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刚才你喊那句跌杀佛子是什么意思啊 是啊 无畏 刚才我只是把一只狮子丢在一旁 并没有伤害它 你说的那句跌杀佛子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您所丢的那只狮子 已经摔断了左边第三只脚 而痛得大声的哭 但却只有我听到而已 啊 有这种事 师傅 你不要听到胡言乱语 它怎么可能听到狮子的呼喊声呢 是啊 师傅 还摔断了左边第三只脚 太可笑了 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 可以过来仔细看看 快去把蜡烛拿来 师傅 蜡烛在这里 哇 它左边的第三只脚 真的折损了 啊 怎么会这样 真是不可思议 啊 救命啊 哎哟 疼死我了 我左边第三只脚摔断了 疼死了 快救救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真是不应该伤害它了 无谓说得对 生物皆为佛子 皆具佛性 就算是微小的虫子 也是一条可贵的声音 它们的一举一动 也都会有或苦或乐的声音 虽然我们凡夫俗子 无法听到它在喊救命 可是诸佛菩萨却都听得一清二楚 而且是非常疼爱众生的 从此以后 僧人们都相互告诫 千万不可杀害小虫 如果想要修行证悟 那么对万物的慈悲心 是很重要的 哪怕只是一只小小的虫子 我们也应怀有怜悯之心